卖千分之一又怎么了吗 不能卖吗 回归到数字上的全国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达人 那台股仍然在做一个区间的整理 那目前录影的时间12点的16分 指数跌不多 大概跌20点 但澡盘一度跌了超过百点 打下去之后又拉上来 拉上来的过程呢 其实有点有气无力的 因为预估量又更少 今天的成交量可能连2200亿都不到 那如果说是这个样子的一个量能水准 他就比昨天的2388亿来的更少 所以代表就这个一个整理的结构 到现在其实都还没有一个 明显的一个突破的一个 任何的一个讯号迹象都没有 那今天市场其实在反映两个利空 所以早上一度跌白一点 一个就是昨天中国官方就宣布说 未来他的政府机构上班期间 不可以使用iPhone 这就好像在反制欧美说 他们不能使用华为的产品一样 反过来反制说你不能使用iPhone的产品 所以这两天 Apple股价就蹦蹦连跌两天 那市场就担心说中美可能更进一步的 彼此的贸易的自走又开始 所以股市就表现就不好 那另外跟AI有关的市场都在报道说 哇黄仁勋NVIDIA的总裁 最近好像卖了一些股票 所以NVIDIA的股票最近就连跌了几天 那市场当然就很多比较偏激的言论 哇这个AI的行情又晚了又晚了又晚了 但其实我今天大家很仔细的算了一下 黄仁勋的增价应该是大概台币1.3兆 1.3兆 然后卖的股票 我看了一下大概是市值大概13亿吧 13亿 所以呢13亿 百亿千亿 然后兆 所以算一算呢 其实就千分之一的股票而已 所以今天黄仁勋卖这个股票 只是卖他整个总持股的千分之一 所以卖千分之一又怎么了吗 不能卖吗 这一些世界上的首富的市值都是用股票算 人家不用过生活 人家都不用有一些钱 平常买车买房做一些投资 什么东西都要现金吗 怎么拿股票去去买东西吗 所以卖1.3兆的市值 卖13亿又怎样 那个应该啦 有两个说法 一个就是说那个是今年上半年就订好的售股计划 时间到了 造表操客 那另外一个说这个其实就是公司的给他的分红 所以领到分红反手 就造计划就卖掉 你总是要现金过生活 所以如果说今天是比如说1.3兆的持股 他一口气卖了两千亿 那当然大家就要非常小心 但人家就是只是 不一点当做零用钱而已嘛 13亿对他来说是零用钱而已 所以那又怎么样 所以我认为市场其实过度反应 这个对于AI相关股票的影响应该是有限 只是说现在市场 他就是陷入到一个非常低量的整理的过程 美股雅股台股其实都一样 其实我认为就是要时间 这个就是需要时间 那 涨多了 总是会有一个整理期 整理完之后呢 市场 会再入 再度的去导入到未来 新的趋势方向 比如说当然如果IE设计很好 那IE设计就会有行情 那AI的拉货如果说越拉越多越拉越多 当然到时候就会有一波新的行情 所以 我认为就是说Apple的利空 其实我们本来也不做手机相关的瓶盖股 所以这也根本无关 黄仁勋的卖股 我就说他只卖了千分之一的 那又怎样 不能卖吗 可以嘛 又不是卖2000亿 卖个13亿 OK而已 所以这不用太过担心 所以还是回归到数字上的学股 我跟大家聊都是数字 那一般早上 最高来到639 涨3% 我今天盘闷了 开高震荡 那目前稍微翻黑小跌 跌也跌不多 因为数字真的非常的强劲 昨天公布8月份的营收 首度破10亿来到10.2亿 比前一个月 9月份9.21亿 再成长18再创新高 而且营收是连续6月创新高 7月再创新高 那这边 荤天脸还没公告 还没更新 8月份营收10.2亿 再创新高 所以数字如此强大 7月份就赚3块半 6月份是2.75 那8月份的营收来看的话 估计单月份大概就超过4块钱 所以你可以加一加 7月如果3块半 8月如果4块 我保守估计4块 可能是应该是超过 那加起来就7块半 然后到9月份 大家的AI出货量才真的要放量 这比重会越来越高 这边单价高利润更高 所以9月份如果说再赚个4块 第三季就超过11块 所以我就说第三季 我估计上修到大概11到12块 我到时候看实际营收表现 再来做一个调整 但是目前大概11到12块 所以就说以这种数字 他几乎是 广达第二季2.62 海光店第二季3块钱的获利 的三倍以上 三倍以上 所以今天股价涨到600多块 虽然说因为市场真的气氛就没有那么好 量也说到一个不像话 所以在量的无以为惧之下 AI股也都在休息 但因为人家真的有实质的获利做支撑 所以就像我说的 我们买在297 买在335 在600块附近 我们就卖了一半 那因为 就算你买300 卖到600 是不是刚好赚一倍 所以假设你当初跟着我买100万的银帮 到卖600块的时候是变200万 就刚好赚一倍 卖掉一半你就把所有的本钱收回来了嘛 所以剩下的所有的银帮持股 我们现在是没有本的 就是零成本的持股 就算你从600多块赠来赠去 换来换去 我们也无所谓 因为我们已经零成本 不是说我们今天是买600 当下一阵就紧张一钥匙 不会我们是零成本 那就不必预设高点 随着营收获利一路往上修正 一路上修 我相信这一波最高642 还原全是648 其实还远远未到他未来 应该满足的价位 只是说短线市场还在这 你也不要去随意最高 但是我们手上零持股的成本 我们就十五续包 不到两个月 100万都变200万了 500万都变1000万了 我想这已经是最棒的技巧 那行程盘中224.5小涨3% 最近股价开始越来越强 股价越来越强 这有在报名牌 大家要认真看待 你要认真听 他说PCNB都附属 他说AI的伺服器的订单 非常的强劲 外资的分析师预估 他未来今年 今年至少要备量备货 1.5万台到2万台的AI伺服器 所以可想而知 只要NVIDIA的晶片供应充足 在今年第四季年底之前 那个相关供应链的业绩会一路往上 我先告诉你说 Dale9月份就要拉货了 第三季公司估计 至少维持一个小成长 所以第二季赚2块 第三季我们就抓也是2块 到第四季Dale 而且他客户不是只有Dale 台湾最大两个计划厂 一个就是秦城 一个就是银帮 所有的PC相关的公司 哪一个不是客户 又不是只有Dale有 AI伺服器的订单 HP也会有 华确也会有 大家都会有 技嘉也有 谁不需要即可 当大家都积极拉货的时候 还有中东订单 第四季 营收会整个冲上去 EPS大好 我估计就超过4块钱 实际呈现一个半倍的走势 所以我就说我看好这股价 终究还是要回到高点 终究还是要回到高点 营收陆续公布 之前我就预估说 技嘉随着AI的出货 营收就会成长超过三成 那今天早上涨到321 小小涨2% 目前在平盘附近 盘是真的太闷了 不然的话实际上他昨天公布 8月份营收到达119亿 上个月才86.9亿 但是呢 8月份已经冲到119 大增37% 还超过我所说的增加三成 接近121 这中间呢 AI的贡献是急速的拉升 就符合我的预计 公司就有提到说 其实7月份就应该要出了 会出不少 但是因为AI的缺料 就是GPU的这个AI晶片短缺 7月份营收先掉 8月份营收先掉 抱歉7月份营收先掉 但8月份缺料问题逐渐改善 初估可能出个两三百台的AI 是不是因为一台30万美金 营收就冲这么高 而且这中间其实 据我了解 检卡部分其实也进入旺季 但因为大陆加价在抢那个 显示卡用的GPU 不是AI用的 所以这边他其实 检卡部分的出货是有点受到影响 但营收仍然可以月正378 代表这个AI的比重拉升速度非常的快 那回头看看就说6月份的营收是96.44亿 那那一个月的获利是1.16 当AI比重拉高 营收冲到119亿 比6月份的营收多了超过20几亿 单月份获利就不会是只有一块16 我估计8月份可能就赚超过1块半 所以随着后面AI如果持续放量的话 那营收获利越拉越快 然后面的那个业绩走势就像银帮一样 当单月获利也急速拉升的时候 股价我就说嘛 从372.5元打到昨天低点299 我昨天怎么跟你讲说 上百合附近其实这边又是一个不错的买点 又是一个不错买点 事实上确实AI带动营收整个拉上去了 哪管的啊 我昨天说8月营收有可能回到900亿之上 结果优于预期啊 来到一千零一三亿大增16% 这代表就说NB也进入旺季 AI出货逐步放量 到9月份应该会更为明显 因为过去广达的营收高点 你看到去年的 这应该前年了 前年的五月去年五月了 营收只有不到八百亿 到6月份呢 直接跳到一千到6月份呢 直接跳到一千两百多亿 因为旺季所以我估计 NB AI双动能全开 9月份营收应该超过一千二 乐观一点 maybe 然后几乎现行也非常漂亮 非常的漂亮 虽然说还是跌 但这些 技嘉营收这么好 广达营收这么好 引邦营收这么好 股价都没有什么涨势 但是老师就跟你说 9月中旬之前大概 先期 再期待 过程 都很少 预估两千一 所以力度不反应 后面反应 所以就慢慢期待 阶段 IC股 虹贯店 发营收1.01 虽然说月减15% 但是年增率高达180% 而且后面NB需求很强 很多NB相关的 比如说股价 这些 就是因为 我这样讲 广达技嘉也都输 所以相关的IC 你会发现营收是月增年增 月增年增 存货越降越低 营收越来越好 头片越来越多 下半年头片成长 所以我就说看到现在的IC设计股 其实就好像看到当初6月份 刚刚要起涨 之前 另外呢 也持续布局另外一档三开头的IC设计股 8月份营收呢 月增 而且是连续7个月营收正成长 同时8月份营收是创了过去14个月以来的新高 就是创了超过 然后月增 连7个月是月增 创了新高 并且受惠 AI的转单就是美系欧美系的大厂 转去做 相关的PCNB的这一块的市场 又空出来 然后Dale1月份有新闻稿说 未来不再采用中国财息 所以去中化又得利 加上景气的回升 下半年不止头片增加 营收连续的成长 明年成长 目前的了解是200% 就是说原本如果100片 明年会变成300 要 位阶不高超低 只要资金开始转入这些IC设计股 所以跟当初的股一样 那一波起来 五成一倍 所以如果说当初比如说你跟着我买100万的银帮 买在297我们就算300毫 经过了一个月两个半月的时间到现在算600毫 100万就变成200万 那其实大家都有机会 因为AI这个大主流未来还要走好几年 每一次的整理休息的过程 他酝酿一波新的波段的机会 所以AI是一个机会之外 同样的AI设计股 就好像当初的AI股一样 第一期期 景气刚要翻上来 当新的需求刺激进来之后 未来要涨三五成五六成一倍的 人为股票也是很多 所以 100万都可以翻了200万 那现在机会又来了 我认为现在就是一个最好的布局的机会 我希望大家可以跟上 所以我就说现在是AI加AI设计双主流 如果说你想布局AI股 或者是你想要跟着我布局最新的IC设计股 都OK 只要留言 IC设计加联邮电话 我们就可以让你先知道 最新一档正在布局的IC设计股 或者AI股 都可以 那也欢迎大家都来交互生产师的LINE 那搜寻小鼠 或者是扫描这个QR Code 就可以轻松交互生产师官方的LINE的帐号 每年盘中11点多都有我解盘的文章 包含个股跟大盘的分析都很清楚 之后呢 再留言IC设计加留言的话 就可以知道 一档最新的IC设计 或者最新的AI的表底 祝大家超顺利 明天再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家证券 无不当之产物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IKA MING PAO TORONTO